尤其是这三点 一呢 打开身体这一块 身体必须打开 咱脚尖不冲前 膝盖不冲前 胯不冲前 冲侧 然后一拉球给它归位向前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再说出手 出手我要求大家三点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第一点就是充分的放松 什么叫充分的放松呢 为了想把这把球拉上 你可以这样 打开前臂 收臂 打开 收臂 打开 收臂 这个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我们容易出现的这个拉球错误是什么呢 感觉没收臂 它为啥没收臂你感觉 其实大臂往上抬着 因为它引盘的时候 大臂跟前臂就没打开 你必须打开前臂 这个关键点在拉球前 它叫打开前臂 必须在引趴的时候 加上我的腰和胯 它得放在球台高度的下方 并且手腕 拍头 冲地 这是要求 那如果是你这么打开的话 你永远做不到我的要求 它不可能这样 它肯定是这样的 明白了 很多球友大家可以从后面拿一个手记录一下 50%以上的球友在打正手弓和正手拉的时候都是假脚引盘 他没有把前臂跟大臂分开 所以他在打起打起球的过程中 他就是没有质量 我们在拉球的时候 小老师必须要求你把前臂和大臂分开 手腕低于前臂 前臂低于大臂 你看一拉球 走 一拉球 走 一拉球 走 必须是这样的 只有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保证它上台 那么如果感觉自己发不上力的打球 就是没有 拉球没有质量 它是这样的 一发力就下了 然后平时都是这么举的 赶紧去找自己的引盘问题 应该就是夹着引盘 大臂前臂没分开 没有把前臂放下来 所以小韩老师说了 手腕最低 前臂第二 大臂第三 你如果这么引盘的话 他俩就差不多在一个高度 对 自己去找找问题 几乎都是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环节 你看身体动作 刚才小韩老师给大家一个要求 对吧 手上动作非常简单 往你的身体后面 往你的右膝盖后面放 放在右膝盖后方 把前臂打开 手腕放松 拍头冲下 就可以了 就这三点要求 一 放在膝盖后方 你就算成自己 我是放在这了 对不对 我还是放在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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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放在这些地方 马上调整到膝盖后方 膝盖的后方 右膝盖的后方 这 对 把前臂打开 前臂低于大臂 然后把拍头冲下 这是拉球前的 最重要的手上和身体动作 我还是放在这一步